我要去烤潜水牌了各位 连游泳都不会的人 竟然要去烤牌 还不过出人潜水放在家了 Wash Ultimate 潜水潜到流鼻血 连游泳都不会的人 给你们看现在几点钟 10点47分 我在收拾行李 要去哪里咧 我要去烤潜水牌了各位 我等一下就要开车去丢满档 然后我这次烤的是 Open Water 因为我连游泳都不会的人 竟然要去烤牌 我都佩服我自己 那到底要收拾什么东西 其实我不知道 我就收了几个长袖的泳衣 拿一点防晒 然后拿一点Aloe Vera gel 拿一点T恤 其实为什么突然要去烤牌呢 原因就是我前面呢 就已经去过Discovery 大概有四五次了吧 然后很多教练就跟我说 你去过Discovery四五次 你竟然没有烤牌 你有没有搞错 你对得起我们吗 所以终于就是找到一个时间 然后下定决心 去烤这个OW了 OK 问题又回来了 等下一点钟就要出发 我到底要收拾什么 下雨吧 下雨吧 五点二十四分 我们要准备到早上七点钟的Ferry 看颜色啊 整个晚上没有飞到 我慢到酒 我慢了 等下我们的行程就是一点钟下午开始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半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准备一系列的读书考试 读书考试 九点半 读书考试 读书考试 Apple Watch Apple Watch无人潜水 放在家了 Wash Ultimate 带了 你不觉得突然expert的 拿到锁丝了 8号 哇 这边的房间超可爱的 你们看 你看一粒一粒的capsule 这样子 哦 超cute 8号是Bungalore 独立室 Oh my god 诶 已经看了 耶 一眼看完 Room tour结束 两秒钟可以解决的事情 我觉得晚上这边会很冷 因为它这么小 然后一排自己的air cord 第二天早上这样子打开这个窗帘 你们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刚刚教练看到我的这个华为Wash 认出来了 是Ultimate 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潜水手表是很好用的 他说很多advanced的人 全部很适合用 然后他说好过Apple Watch Ultra 这个教练 屏风比较有 Apple Watch见人的 Mera 第一它的display也比较大 它的feature会更多 保守度也好 然后 然后显示的资料也比较多 也有说服力 你们看 蛤 有说服力跟我讲 全部东西都很亮 显示很多东西 有图 有图有证据耶 突然很有信心了 对华为手表 这要开始组装 然后看我的记忆力 后面这个袋 它放进去看后面 然后 看倒出 抖一下它会不会掉 哇 做gym就是不一样啊 你现在装 regulator regulator 先装这个 头这边 最准 哦 那个 刚刚五番前我们就学了只要装装备嘛 现在就五番之后下班堂课就学习如何拖眼罩带回去 就是遇到一些警惕情况的时候怎样穿回去那个装备 很简单吧 听说好像 所以我们就需要带 这个 LITS BLOCK 不要有功能是让我们可以潜下去 然后我穿一次给你们看 然后放到你们的腰 然后你向下这样 WIP BELT 就 撇着你的身体 如果你的 你的WIP BELT 跌下去了 你可能就变这样了 LITS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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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下准备要下水的感受 虽然我DISCOVERY了4次 但是还是会紧张 DISCOVERY是有教练这样子的 好像抓小鸡这样抓着我们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嘛 我不用动的嘛 但是 接下来是我们自己要动的了 加油 LITS BL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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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情就BC BWRAF BC Web Releases Air Supply 还有Final 所以我们就照着这个顺序这样子做body check 你们就会一直弄到我的思想 所以你们B就check好 W就是Web Check看对方有没有Web Balance Balance 有 在哪 两个 转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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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好多东南海滑 LITS GO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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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啊 但是我骨头要散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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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拜拜 收第一个浅呢 其实只是走路下去前海而已啦 浅到贵下去一站起来水直到胸口 他们叫这个做confined water 这边教练呢就讲了我们很basic的skill就是在水面呼吸 和怎样不怕水 这里我们学了怎样咬着regulator呼吸 眼罩进水怎样排水 嘴巴进水怎样吐掉 怎样找会失散的regulator 和有脱掉再传入整套潜水装备 好酷 教我的东西都一样了只是他们要多 上课上个考试考试 还以为第一天结束了吗 哈没有哦 8点多 教练讲节什么数哦 第二半 这个是第二半 第二半 上完课了我们要准备考骤了 我们现在出去吓他们讲我们废了 其实我还没有考 23天 没有人了 走完了啦 都没有人走完 我去睡觉了 吃到了吃到了 今天一早就要下海 衣服都还没有干 教练在那边 教练在那边 短暂的5分钟上课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穿装备 然后body check 然后游下海了 很紧张啊 今天真的下神一点了 第二堂课教的是 buoyancy 中性浮力 也就是怎样在水里面 不会浮上浮下 看人家做很容易 但是讲真 最难是他 我就出意外了咯 流鼻血了大家 潜水潜到流鼻血 要是给我妈咪知道一定骂死我 啊 笑人哦这个 这个 还要笑人 我是右边鼻子塞着 所以 才会流鼻血 流这边 以下画面 很不雅 真的啊 他从另外一个洞出欸 有看到鼻涕吧 没有看到 再来再来 哇我打头了喂 准备第二千啊 自己心里关口过不去啊各位 我很怕流血又很怕痛 那个 因为真的很痛 而且你是听到那个 啪啪啪啪的声音 他这个bubble 越来越大 然后你自己听到 你会觉得很痛 我其实该教练也是有这样 不要紧张 然后 坐慢一点 真的有什么问题 第一时间给教练知道 休息多五分钟 这样我觉得 休息多五分钟 我真的知道 请敷一下心情先 Come on children of the sun Come on city lights 经历了第一浅流鼻血的恐惧 还有五分钟的自我心态调整之后 我完成了我人生第一个short dive 虽然还是流鼻血了啦 但是没有了第一次的紧张 学会了更好的调整呼吸 用比别人慢的速度下降和上升 这一浅 我终于不流鼻血了 也可以更加enjoy在潜水这个事情上面 开始懂得流鼻身边的美好 看到了海曼 海参 还有肥嘟嘟的河豚 甚至可以控制自己游得更靠近他们 原来只要你做对了 你放松了 享受了 海底的一切都会治愈你 第二前没有问题 第二前没有流鼻血了 刚才手表那边有显示MDL的时间 就是说如果我在14米的时候 它是有33 就是我们在14米的时候 还可以逗留个33分钟 然后才会一直改变 过来过来叫我们再看回我们的手表的data 直接放在app上面看 这个graph你看啊 这边突然间伸上去 伸上去 又伸上去这边 一二三三个就是我博文系没有做好的时候 没有做好的时候 所以我就突然浮了上去 然后要马上又下回来 这是很不健康的 这个应该好 profile是这样子的 啊对 这个是好的 然后再看看这个 差太远了吧 你们的graph这样美美就安全一点 然后不会突然间能上去 啊 一个潜水手表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我现在知道了 它可以看你潜到多深 然后你的diagram 然后还可以看MDL 还有提醒你一直看到时间 哇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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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游过去 可以到这里 现在在努力复盘中 看回我们下午拍的东西 然后再纠正中间 做错了什么 希望明天待会不会再做错这样子 卷缩 连向前面有点 是的 的确有一点 卷起来一样子 我看前面 就是有这个快器罐 我的第一本log book 直播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早上我潜水会流鼻血 我怕吓到大家 但是正常来讲 潜水是不会流鼻血的 我流是因为我 前几天刚刚生病好 我就去潜水的时候 因为鼻塞嘛 然后我呼吸就不顺 所以就是 我们潜水的时候会吸入空气 再出回来 但它不顺的时候 它就阻塞了 它阻塞它压力就越来越大 所以最后我就会流鼻血 第二潜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流呢 我在事前有吸了那个 烘鼻子的腰 然后我也有吸那个鼻子 然后它就比较通了之后 第二个要点就是 我在水里面要 真的是很慢 要慢慢的下去 然后还有就是要很好的去控制 做好Equalize 然后又不能太大力 就是要刚刚好的那个力度 做好了 上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像第一潜这样子 直接爆掉 它就会变成 拉到很紧 可是它又没有爆 重点就是 有生病的人就是不要潜水就对了 对 早安 今天是Day3 我们就要准备出真正的深海了 然后现在全部都在装 自动自发 需要这么多天应该会装 是不是 然后首先我最担心我的鼻子的问题 所以早上我已经吃了腰 然后等下我再洗多一次鼻子 然后希望今天 不会再流鼻血 你知道吗 潜下深海这一刻我发现 接受自己原来是这个感觉啊 一开始我只想着来陪Ken学潜水 我觉得只要他喜欢我应该也会喜欢 但是因为流鼻血的关系 让我一度退缩 想放弃 现在的我知道 勇敢不是毫不恐惧 而是一个人尽管多害怕 但是还是克服恐惧向前去 谢谢自己 我做到了 第一个Bird Dive 我潜到了18米 追到了海龟 看到了长在十分中的Seafen和你摸 努力抵抗了Karen 也学会了自己看潜水表 我大概比自己想象更优秀吧 Cose the time before 结束了 我是Diver了 Party Party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然后他们 Senior们讲有一个 OW的学员毕业典礼仪式 然后我不懂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讲到好像很恐怖这样子 Diver很注重仪式感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需要加头发 所以这一刻为什么要加头发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懂有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 来 发送啊 表事人杰 今天毕业 好恐怖喔 Handy Open water Cose OK 来 发送 来 教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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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很简单 混一次 倒多一关 OK 来喔 OK OK 手盖着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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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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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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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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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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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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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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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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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